大家好,欢迎来到一禅语,听君一席话,从此风水不求人。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在这个时辰出生的子女,是父母前世修来的福报,今生专门投胎来报恩的。 快来看看你家孩子是吗? 一起来听。 命运早已注定,一个人的命运好坏和上天是离不开的,出生时间往往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大富大贵。 不难发现,那些在来日能取得成功的人,往往都是从小就特别孝顺父母的,他们秉持着乐观的心态和大度的风范,在父母身边做个孝子,也会在上司的身边做一个忠诚的人。 而在这些时辰出生的子女,是父母前世修来的福报,是今生专门投胎来报恩的。 快来看看你家孩子是不是? 一、以下时辰出生的孩子是天生的孝子。 这三个时辰出生的孩子,一生来报答父母恩,既懂事又有出息,希望你的孩子也是其中一个。 一、沉时出生。 出生在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的孩子,无论出生条件如何,对自己的父母都特别地尊重。 他们的性格特别豪爽,人也相当乐观好相处,在诸多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,学业名列前茅,未来在事业的路上也相当地顺利,能够实现生活的进步。 各方面的长进都不错,来日在职场上也是相当地明朗乐观。 保持着进步态势,懂事又出息的他们,对父母一直都孝顺不已,也会成为父母未来的坚实依靠。 二、为时出生。 出生在十三点到十五点之间的孩子,才华横溢,但却丝毫不骄傲。 在他们的心目中,家庭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,属于自己的进步总会来到,家人和朋友也一直在背后帮着他们解决问题。 从小到大,他们不但有成就,有出息,还一直都敬重父亲,体贴母亲,未来若是职位高升,收获进步,也不会忘了让父母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,抱得三春灰,忘不了父母。 三、害时出生。 出生在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之间的孩子,是个懂事的人,也是个有耐心的人,性格充满温情,对待家庭和父母也充满敬重之心,能报答父母恩情,更会一直都爱惜自己拥有着的幸福家庭。 从小就会在行动上关心父母,长大后更会为了父母而切实努力,愿做一个懂事之人,为父母倾尽全力,有他在,幸福不降温。 可以说,以上三个时辰出生的孩子,正是父母福报的结果。 而孩子的孝顺有出息,就是在报答父母福报的恩情。 二、以下时辰出生的孩子富贵安康。 一、卯食出生。 卯食指的是早晨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。 老一辈人常说,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,就好像是含着金汤勺出生一般。 生来就是富贵不凡,一辈子都可以封衣足食,不愁吃穿。 一年之际在于春,而一天之际就在于五点到七点的清晨。 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蕴含希望,充满勃勃生机。 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很勤奋,胸有大志,而且能努力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所以很容易获得成功,而且很有孝心,长大后有了成就,也会努力报答父母长辈。 二、陈时出生。 陈时指的是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。 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,格外受到父母长辈的宠爱,一生福气满满,自小便生活在和谐温馨的家庭中。 他们聪明机智,善于学习,无论是学习文化知识还是工作,技能。 陈时出生的孩子都能很快掌握,长辈都很喜欢他们。 陈时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发展一帆风顺,在事业上能够得到贵人的提携帮助,有机会大有作为,可以过上好日子。 三、五时出生。 五时是一天之中最正中间的时刻,也是温度最高,阳光最为热烈。 所以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一般都很有主见,有时候脾气比较急躁,孩子的父母长辈要注意并教育引导好,以免将来孩子变得叛逆。 五时出生的孩子大都很有闯进,遇到难题不会退缩,而是勇往直前,凭着自己的冲进有机会做出一番成就,收获成功。 四、子时出生。 四、子时出生,此时指的是二十三点至凌晨一点。 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,往往都有很高的智慧和情商。 他们很有能力,能够从众人之中脱颖而出。 四、子时出生的孩子往往命力藏金,而且官运兴多,代表了一生容易掌握权势,地位崇高。 他们长大后能受吉星辉映,屏障本身的权力拼搏,生平贵人运长进,事业畅旺发财,有望成为成功人士,扬眉吐气,出人投地,光宗耀祖是必定的。 而且也很受别人的认可,孩子一生得到庇护,很少会有灾难发生,自己和家人能够平安,福气多。 孩子为人处事,待人待物都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贵气,这股富贵的气质会跟着春秋的添加,不节加身,福则绵延不息。 所以,少可能出现所谓反派时代,很孝敬尊长。 以上就是孩子出生的良辰吉时,不过也不用太执着于要让孩子在这些时辰出世,毕竟好的时辰,只是给了小孩好的风水基础。 而要在这风水上怎么造化,还是要观看家庭的关爱,学校的教育,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他能不能找到心之所向。 毕竟俗话说三分天注定。 七,分靠打拼,所以除了顾及命理与风水外,也要认真的用对的方式,培育自己的小孩。 这样,小孩才能够成为一个喜爱自己,前途光明的正直之人。 父母和孩子在尘世间共同走过的旅程,是一种上天注定的缘分。 作为孩子,他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机会,作为父母,他们也没有选择孩子的机会。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缘分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。 那么,孩子为什么会投胎到了现在这个家庭,而没有投胎到别的人家? 这些在佛经中都有解释,子女降临一个家庭不是随随便便的,其实缘分早已注定。 如果没有缘分,即使相逢应不实,更别说成为父母子女了。 那么,父母与孩子之间到底有着哪几种缘分呢? 第一种缘分是来报恩的。 从佛教的角度来说,今生之所以注定要做父子或母女,都是因为前世欠下的债或积累的福报。 在生活中,人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某某家的孩子很懂事,其实这种孩子是来报恩的。 他们从小聪明伶俐,自立能力很强,不论是读书工作,还是结婚生子,从不让父母操心,他们还特别孝顺,时常让父母为之骄傲。 事实上,这种孩子与父母有着深厚的缘分。 他们可能前世见过父母,并得到父母的恩惠,他们执恩图报,行事端正,从不给父母添麻烦,虔诚地回报父母上辈子的恩德。 第二种缘分是来抱怨的。 现实生活中,有的父母和孩子相处起来总是很别扭,有的孩子小时候离不开父母, 但他们长大后几十年都不开口叫声罢货妈,有的孩子小时候经常制造各种麻烦,长大后又不务正业,总是啃老,拖累父母。 这样的孩子日后成为了祸根,家庭矛盾也因他不断升级,甚至家破人亡。 这是因为孩子与父母前世是冤家对头,投胎就是为了抱怨寻仇的。 第三种缘分是来讨债的。 由于父母上辈子没有还清孩子的债,他是来讨债的。 如果他要够了,就会因故而去,欠得越多,讨得也就越多。 一般来说,欠得少的,孩子往往在三到四岁的时候就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家庭, 比如事故、疾病等,如果欠得多的话,就会在十一岁或十二岁离开有缘无分的父母, 有的直至成年后才魂归阴曹地府,落得个白发人送黑发人,让父母痛不欲生。 第四种缘分是来还债的。 这种孩子钱是欠下父母的债,所以这辈子他们会拼命地对父母好, 特别是在物质生活上特别慷慨,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。 例如,有些孩子自己过得很穷,但他们仍然会力所能及地供养父母。 由于自身经济条件有限,只能供养父母勉强度日,不可能让父母大富大贵。 这种孩子为了还债来到父母身边,直到他们两不相欠为止。 无论父母与孩子属于哪一种缘分,都是上天安排,命中注定。 父母与孩子能够得到第一种缘分,实属福中之福,那是父母前世行善积德修来的福报。 孩子前世得到父母太多的恩惠,今生投胎为子是让父母享清福的。 若属第二种缘分,则前世一定是冤家对头或有血海深仇,前世仇恨未了,今生再报,了结恶缘。 若属第三种缘分,则是两者之间债务纠纷未清,讨债者投胎追到人间所债。 若是第四种缘分,则是孩子前世欠了父母太多的债,无以偿还,今生投胎为子,当牛坐马,终身侍奉父母。 如果抱怨,讨债的孩子能够不计前嫌,放下怨恨,感恩父母给予了自己的生命,上天一定会念及其孝心有加,恩准其继续留在凡尘享受美好的人生。 无论是哪种缘分,父母子女一场皆是深厚的缘分,为人父母者都会竭尽全力地为子女创造幸福的生活,但中国有句老话叫,父不过三代,身以为然。 古往今来,有很多富贵家族总是一代不如一代,败亡得很快。 追根究底,是因为父母把子孙的福报提前用光了。 一、儿女的福报都存在父母手中。 正所谓,积德行善,远则儿女尽则自身。 前人栽树,后人成粮。 前人积德,福因子孙。 父母积德行善,必定有必应子孙的余福。 而若造下恶业,自然家族早败,儿女遭殃。 可见,父母留给孩子最大的财富,不是金钱,也不是地位,而是福报。 父母不积德,儿女就不顺。 北宋有名的大奸臣蔡经,作恶多端,贪婪奢迷迷。 据记载,蔡经爱吃安纯羹,一顿饭就要杀掉三百只安纯。 某天夜里,他梦到数千只安纯前来索命,心中大惊,才不敢再吃安纯。 而他的子孙们,由于生于富贵之家,竟还以为平日里所吃的白米是从草席袋里尝出来的。 如此奢靡成性,蔡经命中福禄,早早就被消耗一空。 等宋亲宗即位后,更是厌恶其人,将他流放千里。 蔡经携带大量金钱,来到锁扁之地,本以为还能再像当初一般纸醉金迷。 谁知却被当地老百姓认出,竟是谁家都不肯卖与他吃食。 最终,八十岁的蔡经病困交家,活活饿死在一座破庙里,无一人替他收尸。 就连他的儿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。 史书记载,蔡经有八个儿子,其中六个惨死,两个被发配充军。 最终被杀。 而孙子被的,也被分配到了蛮荒之地,无一幸免。 可以说,蔡经的儿孙就此断绝。 人生在世,善恶之暴,如影随形。 众福得福,众恶得恶。 虽说因果有三世轮回,但其实,绝大多数人的因缘果报,不需要等待三世,很快就会在其亲近人身上得以显现。 所以,身为父母,给孩子广众福田,比留下钱财更重要。 绝罪福经有云,先是不布施,今是则贫穷。 父母给孩子花许多钱,想很多的福,其实在损自己孩子的福报。 真正对子女的爱护,其实是父母以身作则,多做善事,广积福德。 儿女有没有福,看父母就知道了。 二,给儿女赔福,比给钱财更重要。 大智度论说中,富贵虽乐,一切无常,五家所共,令人心散,清造不定。 人生无常,所谓的财产,对于每个人来说,都不是拥有,而是暂为保管,谁也带不走。 正有智慧的人才能明白,人应该存福报,胜过存钱。 为儿女修积德性,才能量大福大,厚福无穷。 有一个吝啬的富商,某次大灾后,一位禅师曾请他捐赠银两衣物,救济灾民。 富商却装聋作哑,一点也不愿意花自己的钱。 禅师问他,你可知,留住钱财的方法是什么吗? 富商自豪地说道,当然知道。 到了我手里的钱,谁也别想拿走,不散纸据,钱自然会越来越多。 禅师摇摇头,不再多说。 几年后,富商将攒下万贯家财,平分给了两个儿子,希望儿子能过好,也能将家族传扬下去。 可得了巨大财产的两个儿子,没用多久,就将父亲的钱财败了个精光。 原来,两个儿子自存钱财富足,又无人管教,很快便染上了赌博的陋席,步步沉沦,最终败光家财,晚年穷困潦倒而死。 富商在巨富中死去,儿子却因穷困而死。 可见没有福报,再多的钱财也守不住。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,中国著名的钱氏家族,钱氏祖先是杭州五代十国的钱流流。 钱流为人良善,生前建桥修塔无数,家族福德也积得很厚。 延续千年至今,钱氏家族依旧人才辈出,钱学森,钱中书,钱伟长,钱三强,后代兴旺十足。 据记载,钱流临终时留下十余条家训,要求子孙忠厚善良,勤俭孝顺。 于是才有了截然不同的家族结局。 正如古语所云,基因得于冥冥之中,已为子孙无穷之计。 父母为子孙积福累得,才能有延绵不绝的福泽。 上天从不会亏待任何人。 现在吃苦,将来享福,行善不失,积下因得。 有因得,自然就能感召来更多的福德。 积善之家出贵子,不善之家无此福。 父母想让孩子将来不受苦,就要从现在开始,为孩子积福。 儿女想的福,其实都是父母积的德。 佛家有句话叫凡夫未果,菩萨未因。 福德浅薄者,日日受苦,福德身后者,享福不尽。 世间众人不想修善因,却想求善果,必然是虚妄。 唯有德性,才是善果的根本,唯有积善,才是累福的捷径。 学会这样的历史之本,被拥有家财万贯更重要。 为人父母,行善惜福,才是在为孩子赔福积福。 爱孩子,就多为孩子储存福报吧。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,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。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。